这个穷小子怎么也没想到 山中必与镜和偶像擦枪走火 推去女神最后一件失衣 再也忍不住咬了上去 李斗那是当红女子团体的门面担当 他在舞台上 享受着无数粉丝的欢呼和喜爱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仿佛是深渊一样 让他牢牢的坠落无法呼吸 这个世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 拥有了这么多的他 时时刻刻的想要的却是逃离 在某一天 他鼓足了勇气 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改变 袁俊是来自农村的一名大学生 他的好友今天还开车送他去往车站 在这车上 到处都有着逗那女子添团无数的姻缘照片 对方不忘提醒他去到了大城市读书 如果有机会看到偶像 请一定要马上联系他 男生的大学生涯即将开始 在校外的别墅租住了一个房间 拎着行李来到院子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女生正拿着香烟 站在了门口 他友好的过去打了声招呼 对方却神情冷淡 由于是第一次过来 密码锁也记不得太清楚 男生有点紧张脱掉了外套 女生一眼就看到他身上的卫衣 瞬间更加的厌恶 然而他却全然不知情 还和对方说起了话 似乎他在哪里见过他 不管怎么样都觉得女生特别的面熟 他这友好且热情的打招呼 迎来的却只是女生直接的无视 刚刚搬来新家男生就开始打扫屋子 一大早弄出的动静 一下就吵到了住在楼下的斗门 女生无比的心烦 准备起床抽支烟 却发现男生在二楼一直偷看着他 现在他真的越来越讨厌这种人 袁俊刚刚进入到大学 由于家庭贫困 他还打出了一张求职信息 准备帮忙学生补习 初中生从他身边经过 发现他的衣服 刚好就是女子团体的限量版的卫衣 看来对方是个死忠粉 刚刚贴完小广告 就看见女生又坐在院子里抽烟 他的表情总是如此的落寞和孤寂 偷偷观察对方的这一幕又被女生发现 他再也受不了 跟经纪公司发短信说 这个别墅来了一个死忠粉 袁俊接到好友的电话 对方却告诉他 已经帮他找了一个兼职的工作 从电话里才得知 他自己穿的那件卫衣 是女子天团的限量版 今天他竟然穿着衣服 到处的走来走去 真的很是丢脸 他正开心地唱着歌 感觉自己终于有了工作 要出门的时候 女生直接在门口拦住了他 看着女生的面容 到现在为止他终于想起来 原来他就是女子团体的李斗呢 怪不得看他如此的眼熟 女生直接拿起了烟头准备烫他 开始警告他 听到这个男生很是冤枉 他的好朋友是他的粉丝 所以才觉得面熟 多看了几眼 他答应女生以后不会再看他了 其实自己也很气愤 他喜欢的是其他的女子团体 并不是他 两个人的交谈气氛 并没有非常的美好 袁俊在好友的介绍下 在一处有钱人家 担任了学校家教的工作 他正准备坐公交车 返回学校的时候 意外地碰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珍珠 两人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 也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称作是两小无猜 更凑巧的是 现在一块上了同一所大学 曾经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 似乎到了现在 彼此都有了一个机会 他迎着初学返回到出租屋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女生穿着单薄的外衣 孤单地坐在院子里 同时满眼泪水地看着他 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整个人直接倒在了地上 袁俊把女生送到了医院 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 平常多多注意保暖 注意营养 人似乎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才会从内心散发出 需要被人保护的欲望 男生还特意地从护士那边 拿出了一双粉红色的袜子给他穿 女孩子有点任性叫男生帮帮他 刚刚不是说是自己的监护人吗 现在他正在打掉真不太方便 看着对方那笨拙又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不禁地觉得有点有趣 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次的交际中 渐渐地靠近 到了第二天 袁俊还在睡觉 就突然接到了好友的电话 告诉他先前帮他介绍的那份工作 被对方辞退了 那个妈妈说他是不是抽烟 竟然在围巾上有一股味道 他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在几天前 斗纳曾经对他一直吐的气 也许是从那个时候沾染上去的 他正苦恼自己的高薪工作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该怎么应对生活的时候 女生又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竟然莫名其妙地主动邀请他一块吃早餐 也是从那天开始 这个女生就一直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挂窗帘的时候也这样痴痴地看着他 他上学的时候就约他出去吃炒年糕 一下是酱猪梯子套餐 一下是泡菜 这个女生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他 这一来一回他再也有点受不了 在天台晒衣服的空隙 主动地和女生说起是不是被他迷住 请不要再这样一直缠着他 听到这个斗纳笑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他是绝对不会被男生迷住的 绝对不会 他们俩可以做个朋友 简单普通的朋友 没有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朋友 所有人爱的都只是大明星斗纳 关掉聚光灯的他没有人了解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时候 男生也被他的美丽震撼到 正痴痴地发呆 女生提醒他记得将自己内裤拿走 这笨桌的样子 真的有的时候也有点可爱 有的时候爱情的方式有很多种 斗纳就像天上的繁星 灿烂而又无法触及 然而青梅竹马珍珠却真真实实 让他时刻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他开始出入各个小区 发放自己家教的小广告 希望能快点养活自己 这一天 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小广告有人私下 电话突然响起 正满是期待的时候 才发现打过来的是斗纳 询问他什么时候两个人才可以一块吃饭 男生彻底地被这场闹剧激怒 开始发脾气 这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 女生也很是错愕 只好转身离开 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斗纳不再出现在院子里抽烟 天台也没有他的踪迹 男生觉得 似乎是那天晚上的话 自己说的有点过分了 来到了他的房门口 却不敢深入 只在门口叫唤 他们下回一块去吃个饭吧 他愿意的时候自己来买单 当然了要等他找到工作才可以 然而这个时候 他却没有发现女生竟然站在他的身后 只是不爽地瞟了 他一眼独自关上了门 男生的生活还在继续 这一天他来到教室上课 正专心致志的时候 斗纳就竟然这样 堂而皇之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还调皮地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告诉他现在他们可以去吃饭了 然而此时周边的男生都忘了过来 他只好心虚地将帽子 再次戴到了女生的头上 下了课两人漫步在学校的操场 女生提醒他请不要被他迷住了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故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 斗纳和他是来自不同宇宙的人 各自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空间里 直到有一天 两个人在一个车站偶然的并排而坐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即使可能是一场幻梦 他也决定沉沦 只求心花怒放 陪他谈完这场恋爱 随后再来收拾着满地的残骸 然而袁骏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咖啡厅 他找到了一份兼职 意外地碰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珍珠 珍珠是一个非常温暖且善良的女生 他和袁骏在很多方面都特别的类似 男生在高中第一次分班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他 女生在男孩子的圈子很有人气 不单单人长得漂亮 而是听说家里特别的有钱 对于一个平凡的男生而言 这个女生是他的女神 在大多数时间 他总是默默地在远处观察着他 突然有一天 女生拉了一下他的衣角 听说他的数学特别好 想问问关于作业的问题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人渐渐地变得熟悉 多年之后再次在大学碰见 缘分就是如此地让人捉摸不透 男生主动地问起珍珠家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上了大学还在四处兼职 然而对于这一点 女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画面转到斗娜这边 她这个时候正在家里看着吃播 她的妈妈突然给她打来电话 却直接被她挂断 这美好的气氛也瞬间被打破 她拿起了手机 打给了一个叫做屁的男生 也被挂断 记得那时在一个夜晚 斗娜约了这个男生出来 没有特别的理由 有的时候她就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 男生提醒她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同时拿了一只新的手机给她 明明是对方说用这个手机联系的 但是现在却直接忽视了她 她走出了院子 看到了袁俊正在喂野猫 似乎还不小心划破了手 原俊有点木讷 已经听出她似乎心情有点不好 又是在一个夜晚 袁俊正在参加大学联谊会 她的手机再次的响起 打不来的还是斗娜 这次她记起了女生的吩咐 马上接通 正准备询问是怎么了的时候 却被学长一把夺了过去 斗娜曾经在校园出现过 还坐在了袁俊的身边 学长对她印象深刻 觉得很是漂亮 准备和她搭讪一下 这明显就是骚扰 男生开始对学长大小声 一群人正准备打架的时候 斗娜突然的出现 叫学长不要欺负袁俊 他手里可是有红酒瓶的 面对女生的挑衅 学长有点有恃无恐 当红酒瓶这样砸下去的时候 男生马上拿出了头盔 挡在了他的前面 袁俊就是这种老实人 心地善良且富有责任感 提醒女孩子以后不要使用暴力 不然会被别人带去警察局 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在唠叨的时候 她在人群中看到了青梅竹马珍珠 正在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在一块 这一幕也被斗娜看在了眼里 她把珍珠约回了家 酒过三逊 女生很快地喝醉 斗娜自作主张地 接起了珍珠父母亲的电话 直接报了一个平安 喝了酒她来天台抽烟 袁俊陪在她的身边 她很羡慕男生有认识这么久的朋友 而且关系还特别的好 不像自己 这一切她来说都特别的困难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走着走着 自己就突然变成了这样 正准备要下天台楼梯的时候 一不小心要摔倒 男生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 对于这种戏码 女生丝毫没有任何的感觉 她像一个任性的小孩 假装完事不公 游刃有余 但是敏感脆弱 反复不断地确认 推开了又报警了 无限地拉扯 到了第二天 男生回到学校 珍珠开始八卦 昨天晚上 她看到他们两个人在天台接吻了 没想到男孩子还背着她偷偷谈了恋爱 袁俊想解释 为什么男生不解释 怎么说呢 她和珍珠并不是情侣关系 费尽口舌说明原因 反而觉得她有点可笑 听到这个斗娜开起了玩笑 难道他们俩真该谈个恋爱 听到这个 男生瞬间有点生气 这番话仿佛是一个炸弹 瞬间点燃了斗娜的情绪 男生的意思是 她的处理方式有问题 所以活该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现在她垃圾分类 就是要为所欲为 谁管她放在哪里 直接当着她的面开始大发脾气 斗娜从小就当了练习生 后来成名出道 在她的世界 一直有人告诉她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仿佛是被自己囚禁了起来 没有任何的自由 所以在逃离演艺圈之后 她很想做自己 甚至是找到自己 其实治疗这种别扭的性格 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就是生活 简简单单的生活 今天晚上袁俊给她做了饭 邀请她过来吃 或者是像老友一样 一块去玩路边的娃娃机 斗娜告诉她一个秘密 今天是她的生日 男生有点庆幸 还好她煮了海带汤 希望她以后都能够好好地吃饭 不然的话多委屈自己 为什么袁俊没有向珍珠表白 她像一个傻瓜一样 给她不经意地一举一动赋予意义 心情暗自地跌宕起伏 然后做了些许夸张的举动 然后渐行渐远 处理这种问题啊 斗娜很有经验 如果是单恋 那就让女生动心啊 然而气氛在这也渐渐渗入到了暧昧 斗娜正开心地返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在桌子上摆着一个礼盒 她连忙跑了出去 斗娜的那份礼物是男生留下 写了一个纸条 告诉她生日快乐 之后会再联系她 她拖鞋都没有穿 直接跑了出去 似乎在她的身上 也有着一直自己惦念的那个人 此时斗娜和袁俊之间 两人的感情还并未交织 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是相互救赎 相互治愈 还是彼此的纠缠在一块呢 男神袁俊再次和青梅竹马珍珠偶遇 两人共同都在咖啡厅打工 这次她再次鼓起了勇气 得到了女生肯定的答案 今天一整天男生都特别的开心 刚刚回到出租屋就发现厕所有动静 原来是室友斗娜将自己反锁在了里面 男生马上拿出了工具将门砸烂 刚刚打开门 斗娜就无助的一把抱住了她 袁俊这个时候看了看被砸烂的镜子 她突然反应过来 刚刚这个女生会有多么的无助 男孩子在修理门锁 女生就坐在旁边默默的待着 突然说起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因为没有爸爸 所以对于这种事抱有些许的幻想 听到这个袁俊还想安慰 其实他的父亲也很早以前就过世了 看来斗娜之前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女生是反驳型人格 他觉得以前自己挺自在的 可以随便地想象父亲的形象 男生这个时候才了解 原来斗娜敏感而又脆弱 袁俊是一个天生的好人 温柔又贴心 他感觉斗娜现在不开心 带他来门口的杂地鼠游乐机 让他释放负面的情绪 还陪着他一块做运动 打篮球他什么都没有想 就像彼此是好朋友一样 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是 那些信赖正在彼此之间慢慢地建立 到了周末约会的时间 男生早早地起来 还看了一下天气 正在路上徘徊 焦急地等待 珍珠也如约而至 两人一块走到了樱花大道上 他们是青梅竹马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闲谈的时候 男生说起 最近他才发现 家附近有杂地鼠那个游乐机 他记得以前珍珠特别喜欢那个的 听到游戏机 女生才反应过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玩过了 袁俊怎么不叫上他 男生开始解释 他并没有玩 是带斗纳过去的 然而珍珠马上情绪 就开始细微地变化了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 两个人一块来到了公交站避雨 但是好死不死 先前那个学长 突然开着豪车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学长年轻帅气又有钱 还对珍珠体贴入微 不知道为什么 袁俊有些许的自卑 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班里的其他学长 随后莫名其妙的 多人局就突然出现 干大的气氛都无以言表 斗纳率先打破了沉寂 直接开了一瓶酒 是灵魂伴侣 就是很合得来的那种关系 袁俊在旁边听着 直接认为是友情以上 恋爱未满 他只好借故离开 斗纳察觉到他的情绪 追了出来 男生开始吐槽这大晚上的 肯定是漂亮第一位 斗纳让男生先进去 自己在门口抽支烟 正准备要开始的时候 这一幕也被珍珠看在了眼里 他感觉 袁俊似乎真的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两个女生开始在厨房过招 时间来到了大学篮球赛 两个男生在球场比拼 两个女生在暗自地打嘴炮 抢球的时候比较激烈 斗纳担心两个男生会打起来 珍珠就开始反驳怎么可能 袁俊不是那种性格 他宁愿球被抢走 斗纳也看到了这个状况 有点气氛 就这样痴痴地盯着他看 看到袁俊总算进了球 开始发疯地蹦蹦跳跳 他就是要反驳这个女人 打完球学长约四个人一块吃饭 斗纳偷偷地在地下打茶 袁俊果然就拒绝了 珍珠这个时候内心就更加地确定 他们俩真的在谈恋爱 男生看着珍珠和学长一块离开 内心不是滋味 这一幕也被斗纳看在了眼里 提醒他 其实他感觉他们两个人是相互喜欢的 为什么袁俊不早早地表白 然而袁俊这个时候 终于说出了在心里面的秘密 其实在几年前他就已经表白过了 当时高中毕业 在那个下雪天 他抱起了珍珠 说出了我喜欢你 然而女生却选择了沉默 从此以后开始渐行渐远 那天晚上他真的特别的伤心 是自己不知分寸 跨出了朋友的那个界限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所以现在和斗纳成为朋友 他真的很开心 时间缓缓地流逝 这天斗纳正在厨房喝水 他突然发现屋外有动静 一个黑影在眼前飘过 突然想起自己还在当明星的时候 就有那些人总是偷拍他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倍感压力 今天是愚人节 一大群大学生又开始聚会 在酒桌上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珍珠突然自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时不时看着袁俊 斗纳也开始诉说 自己似乎遭遇到了偷窥狂 直接当众将照片摆在了桌子上 而且此时此刻 那个人就一直在门外偷看着他们 他们所有的男生 这个时候开始发动 袁俊直接冲在了最前面 三两下将这个男人制服 记得珍珠曾经说过 袁俊是不会打架的 但是他为了斗纳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更让珍珠震惊的是 甚至对他的身体接触都产生了抗拒 珍珠在坐公交车回去的路上 突然收到了妈妈的短信 说他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父母亲辛辛苦苦地送他上大学 可不是为了让他去交男朋友的 珍珠并没有同学口中说的是富家女 他也隐藏了一些事 深夜援俊来到斗纳的房间 他已经去找了那个惊天偷窥的小子 拿了对方的身份证 储蓄卡还有检讨书 资料全部都已经弄好 听到男生这番话 斗纳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真正的关心 谎称没有睡好 很自然地躺在了他的怀里 两人就这样拥抱到了天明 都说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男生哪里受得了这种暧昧 只好洗洗澡让自己冷静一下 也许这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 他换了一个地方兼职 来到了游乐场 女生却一直跟着他 自己也不是特意过来找他的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 斗纳一个人跑去坐了海盗船 一个人去坐了旋转飞翼 一个人去吃了小吃 还默默地看着男生工作 当所有的游乐设施都已经停止的时候 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了角落等着他 终于下班了 是时候该吃饭了 男生吃饭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他以前是一个当红的女团 每次在休假的时候 他都会想 应该怎么样享受着宝贵的时间 但是他自己却一直都在发呆 明明心里很急迫 却完全不知所措 问起原俊 原俊就像像普通人一样 普普通通的过日子 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然而这个愿望真的很打动懂呢 他随手拿起了一个纸条饼干 似乎抽到了一条还不错的钱 吃完了晚餐 两个人一块漫步在游乐场 女生告诉他 其实原俊不用活得这么认真 有的时候放纵一下自己也没有关系 比如像他这样 偶尔耍个滑头 偶尔偷一下来 天不会塌下来 听到这个 男生瞬间停止了脚步 其实他有冒出坏想法的时候 从家里搬出来 离开了生病的妹妹 以及独自一个人养家糊口的妈妈 他应该心情沉重的 但是他却在暗自开心 至少开心了片刻 听到男生的忏悔 斗娜只是笑了笑 这男生真的很好 只是这样他都觉得很是抱歉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因为优秀而值得被人喜欢 即使简单 也很令人着迷 他打开的那个纸条 内容是事实后该忘记旧伤 迎接新的恋情了 到了第二天 原俊在学校碰到了青梅竹马珍珠 他顺手把昨天从饼干里抽到的钱 分享给了他 他自己从来不信这些 只是当珍珠看到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男生刚刚回到图书馆 就发现手机群已经炸锅 所有的同学都在问他 是不是和大明星斗娜关系特别好 原来有人曝光说 昨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了大明星退了团的生活过得还挺惬意 像个普通人一样 但是他的存款可不普通 他是怎么做到如此的心安理得的 网友的评价就是莫名其妙 还纷纷猜测这个男生又是谁 他马上回到了出租屋 找到了斗娜 对于这种事情 女生已经习惯 他觉得照片拍得还不错 只不过神奇的是 明明当时一个顾客都没有 难道是员工拍的 原骏现在摆出这副表情 他倒不是在意这些 只是觉得那些网友真的太过于随意了 怎么可以如此的评价一个人 斗娜做明星已经完全是人 然而这个男生的第一感觉 并不是心疼自己的名誉 而是在乎斗娜的感受 这让他有些许的触动 珍珠此时回到家 打开了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是该忘记就伤 迎接新的恋情 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正有些许苦恼的时候 姐姐过来叫他吃饭 珍珠家的气氛非常的严肃 父亲对女儿的操控力 简直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处 就连他们玩社交软件都要干涉 并且强制两姐妹全部注销 他正准备清理账户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了白天的那则新闻 他很快地察觉到 这个男生就是援军 难道他们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吗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男生正在洗牛仔裤 却发现自己那天抽到那张纸条 还在裤子里 此时学长刚好给他打来了电话 叫他赶紧过来一趟 生死攸关 但是当他到达的时候 却发现原来是一场男女联谊会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碰到了自己的人生冤家 他们出生在一个医院 两个妈妈都是好朋友 还开玩笑定下了娃娃亲 但是这个女生从小到大一直欺负他 一直对他大小生 属于野蛮姐姐的范畴 后来女生全家搬去了巴西 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碰到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待在国外 女生总是有意无意地 去逗逗这个可爱的男生 参加联谊会的学长喝醉了 提前回到出租屋 刚好碰到了在门口等待的斗娜 这个时候他才得知 原俊似乎在联谊会上 玩得特别的开心 而且跟一个性感的女生 单独留了下来 估计今天晚上有戏 不知道为什么 斗娜越听越是心烦 原来这位林家姐姐 很久没有和他见面 加上自己又失恋 整个晚上都一直对他发着酒疯 安慰了他一晚 男生才坐着公交车回去 却发现 斗娜一个人孤单地 坐在院子里抽烟 烟头烧完 他没有注意到 原俊刚刚喝完酒 看到了他手上的伤 马上去拿冰块 给他紧急地处理 女生明明很生气 却不敢直说 开始旁敲侧击 说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 而且还有很浓 女生的香水味 有的时候 斗娜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刚刚明明没有觉得很疼 但是被他发现之后 却突然有了感觉 斗娜好像瞬间被点醒 主动地靠近了男生 呼吸着彼此的空气 随后主动地亲了过去 当发现有人在跟他抢的时候 心中萌发了 这该死的战友欲 记得那天 他们吃完炸酱面 一块坐公交车回家 他偷偷地将那个纸条 塞进了男生的口袋 是时候忘记过去的伤痛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面对这种状况 男生不知道该如何地处理 这个吻对于两个人而言 注定是辗转反侧的 原本他想去图书馆冷静一下 刚刚回来 就发现女生 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 他觉得两个人 应该好好地聊一聊 女生这个时候 直接将脚放在了他的身边 对于这种暧昧的行动 男生下意识地 有些许的抗拒 昨天晚上 懂了为什么会这么做 女生喜欢他 或者觉得他不错 从对方的神情 他都能够知道答案 肯定不是喜欢 他知道女生 现在有点孤独甚至无聊 他想找一个人寻求安慰 这些他都能够理解 但是他的那颗心 说不定现在 正在企图欺骗着他 男生就这样牢牢叨叨 说了一大堆道理 他真的觉得很是没有意思 才21岁 怎么活得如此的沉重 原俊知道他不会 但是当时他心跳加快了 在刚刚走出出租屋的时候 突然发现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说一楼正在紧急招女租客 画面转到珍珠这边 原来前段时间 他说有人在愚人节 给他表白是真的 就是眼前的学长 但是这次约他出来 他直接拒绝了男生的心意 学长并没有气急败坏 其实他很早就已经感觉到 珍珠真正喜欢的人是原俊 和学长说清楚之后 珍珠拿着自己的行李 来到了学校的社团 他的爸爸给他发来的短信 开始大骂他 离开这个家 女儿能够养活自己吗 从今天开始 他就会切断他的所有经济来源 这个父亲对于女儿 有着极强的掌控欲 总是无端端的谩骂 说珍珠像一个陪酒女一样 和别的男人在外面私婚 他受不了家里的气氛 毅然决然地拉黑了 这个恐怖的父亲 珍珠在无助的时候 他本能地想起了原俊 把他约到了学校的天台 看着眼前这一栋栋的房子 原俊开始羡慕 珍珠的家一定很幸福 不用被生活困扰 也是因为这句话 珍珠瞬间地炸了 直接眼眶含泪 其实这所有的一切 并不是像眼睛看到的那样 他现在唯一能够说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出租屋里的所有人 此时都来到大马路上 因为一楼要迎来一批新的租客 学长将房间租给了 原俊以前的邻居大姐 然而斗娜却将房间租给了珍珠 一时之间 一楼迎来了两位女生的入住 在新家的宴会上 珍珠主动地和斗娜搭话 她已经向原俊表白了 虽然不是特别的正式 只是她想男生应该能够听得明白 所以搬来这里 也是为了听到原俊的答案 这一次她不想错过了 面对如此的挑衅 斗娜丝毫不示弱 珍珠此时开始用力 她和原俊认识很久了 男生的性格总是考虑很多 总是小心翼翼 听到这个 斗娜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在昨晚的嘴炮中 虽然自己表现得很不屑 但是似乎现在她已经有些许的动摇 的确青梅竹马 有着共同的生活回忆 这似乎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这一天她化起了妆 来到了夜店 这是她身为大明星的日常 也是她很擅长的社交场合 她挤进了人群中开始跳舞 她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她 在人多的地方要小心一点 太过于明显了 抖娜那种无法压抑的孤独 因为明显的缺爱而苦苦挣扎 因为害怕失去关注而着急的那种状态 在人群中一览无余 也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珍珠他们正在喝酒 由于刚刚搬过来 珍珠想去男生的房间拿双毛毯 意外地在床头看到的抖娜 留下了那包 袁俊是不抽烟的 他是一个乖男孩 难道他也抵挡不了诱惑 去往了危险的地方吗 是时候单独地和他聊一聊了 女生还没有开口 就看到了杂地鼠的游戏机 但是这一次 不管他怎么努力 机器坏了就是坏了 多年以来一直未解决的感情问题 珍珠也开始进行解释 那时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袁俊曾经向他表白 当时他听到了之后 特别的开心 因为他也喜欢男生 但是他刚刚回到家 就发现姐姐跪在了客厅 爸爸似乎发现 他和其他男生谈恋爱 竟然疯狂地将他的头发全部剪烂 他从那一刻突然有点害怕 父亲肯定不会允许的 袁俊喜欢的是 爱笑自信满满的珍珠 但是他的一切都是假的 他生活在一个烂的家庭里 阴沉腹黑 这才是他的本性 当时他瞬间失去了勇气 所以那段感情才会无疾而终 袁俊沉默了片刻告诉他 他回不到当时的那个状态 他和珍珠谈完 一直在院子里焦急地等待着斗娜 却发现一个富二代 开着豪车送他回来 男生还准备进一步 直接被斗娜拒绝 开始气急败坏 斗娜愣了一下 袁俊在里面也看到了男生的行动 男人告诉他 他们都是斗娜的玩具 那个女生自始至终在意的 都是那个叫做朴仁玉的小子 听到这个 他直接生气地关上了车门 将那个渣男的手好好地夹住 这个晚上他独自一个人来到篮球场 开始疯狂地运动 斗娜默默地出现在他的身边 男生正在气头上 不想搭理 实在气不过 还是很想问自己 到底和那个男生有什么不一样 听到这个 斗娜不想解释了 他早就说过了 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当时他面对袁俊的质问 没有否认 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他今晚想去试一试 和其他人交往看看 他自己也好奇 到底喜欢的是他 还是只是孤独而已 今天他就这么做了 但是如果不是孤独 袁俊又该怎么办呢 即使在身边的人再多 他还是想念他 听到斗娜的表白 男生瞬间沉默了 看吧他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袁俊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然后主动地亲了上去 似乎袁俊在这一刻 也弄清了自己的心意 在这之前 男生袁俊对他完全不了解 他上网搜索了一下 关于他的新闻 李斗娜十几岁出道 成名之后 为妈妈还清了十几亿的债务 父母离异 从小被奶奶养大 家人似乎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 一直疯狂吸着他的血 在镜头面前光鲜亮丽 却有着无法让人理解的悲惨绅士 也是在这个晚上 袁俊主动给他打去了电话 现在的自己就在纸铺门口 他的爸爸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了之后 突然他就什么都不想做了 对于曾经的那些梦想 也早就已经放弃 但是现在他突然有了贪欲 因为自己喜欢抖娜 会嫉妒他之前喜欢的人 也好奇他以前经历了些什么 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 一个女生闯进他世界的时候 他突然有了动力 想试着为自己的人生努力看看 然而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斗娜却告诉他 袁俊急匆匆地从乡下坐了大巴回来 却发现斗娜已经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 他就这样默默地留在女生的身边 一直看着他 生命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等有了自己想守护的人之后 他开始期待明天的到来 到了第二天 一堆室友正在客厅吃早餐 然而斗娜却直接穿着睡衣 从袁俊的房间里出来 所有的室友都被这一幕吓到 难道他们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 珍珠此时脸色也特别的难看 男生开始解释并不是恋爱 是他单纯地喜欢女生而已 他向所有人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原本以为两个人从此以后有了甜甜的恋爱 然而这个时候 斗娜的母亲突然找上了门 一见面就说他胖了 就算下跪也好 祈求也好 他必须获得经纪公司代表的原谅 是的 这个母亲一直把他当作挣钱的工具 然而斗娜却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 自从袁俊当众在室友面前说 自己喜欢斗娜之后 青梅竹马珍珠就再也没有来打工的地方上班 到了晚上 他突然接到女生的电话 今天晚上有烟花 他想邀请男生一起 请原俊千万不要拒绝他 他有话要说 现在烟花正在夜空绽放 从现在开始 珍珠想说一些重要的事 请不管怎么样 原俊就不要打断他 也不要看着他 当时高中放榜 他站在男生的身边 那个时候自己就已经对他一见钟情 他知道原俊的数学特别好 在一个下雨天 拉了拉男生的衣角 请求他教自己数学 那也是他第一次和男生说话 其实当时他根本没有关注数学体 只是心里眼里都是他 随后两个人渐渐地开始熟络 每当他感觉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 就会和男生说说话 瞬间感觉到了生活的光彩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珍珠总是希望路程能够再远一点就好了 这短短的高中三年 原俊时时刻刻都让他心动 后来他们去拍了大头贴 男生告诉他 他们以后要做灵魂伴侣 他觉得挺好的 当时他也会担心 如果两人跨出了那一步之后 彼此就再也没办法做回朋友了 他已经知道时间过了很久 男生现在会拒绝他 但是曾经的那些心里的秘密不说出来 他害怕自己会后悔 他还是喜欢 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开始 一直都喜欢 一直喜欢到了现在 听到这个 原俊也开始道歉 怪自己当时不够成熟 珍珠泪如雨下 少年时期的那些爱恋 也在这一个烟花绽放的夜 总算落下了帷幕 然而也是在这个夜 抖那去看了以前女团付出的演唱会 这个时候手机响起 发过来的是一个叫做P的男生 面对这种质问 抖那只是选择沉默 原俊此刻接到了抖那的电话 叫他现在马上过来一趟 女生已经在车站等着他 毫无任何的预设 他们就这样坐上了开往乡村的大坝 两人一块来到抖那的老家 还在雨中骑着自行车驰骋 这个旅行对他而言无比的放松 一起去到了一个 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在狭小的空间以及临时的衣物 加上都是青春懵懂的年纪 在这一夜 原俊和抖那总算跨出了那一步 像真正的情侣一样 共同欣赏着日出 漫步在临间 原俊真的很希望时间能够就此停滞 两个人就这样在乡下一块生活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经过昨晚的经历 抖那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男生很开心 他已经做好了接下来的舆论准备 两人正牵着手要返回到屋子的时候 抖那瞬间停止了脚步 那个男人出现了 和他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不自觉地放开了原俊的手 原俊马上察觉到了危机 他再次握紧了女生的手 然而这一次 抖那还是放开了 因为这个男人在他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当时他还是小女孩 接到了那个男人的名片 于是从那个电话开始 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男人把他从农村带到了城市 给了他一个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不断地练习 每当感觉到疲惫的时候 都是这个男人像父亲一样 像男友一样默默地支持着他 鼓励着他 甚至他也分不清楚到底是爱还是依赖 当逗那满心欢喜的 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的时候 曾经的那些回忆像噩梦一样会不断地纠缠着他 当逗那本能地放开男生手的时候 袁骏在这一刻已经明白 这个女生将离他远去 逗那当着他的面上了豪车 没有任何一句解释 甚至是告别 男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 这一刻他才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无用的男大学生 经纪人这个时候摸了摸女生的脖子 确认他已经发烧 必须赶紧去医院 等病好了之后 他就复出吧 听到这个 斗那很是气愤 要是他真的想被遗忘 对男人而言 对粉丝而言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他很害怕被抛弃 明明男人都知道这个 为什么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 现在他就要用这种方式惩罚他 他无法在这个空间继续待下去 这个男人和他妈妈没有两样 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他 就利用他的喜欢 一点一点压榨自己的剩余价值 如果真的为他着想 怎么会再将自己全部身家压在舞台上的时候 临时退出 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当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斗那只是原地失声痛哭 他想男人在乎他 其实一直都想 而这其中的情愫他也分不清楚 原俊此时还痴痴地留在那个房子 他期待着女生能够回来 他打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但是都无人接听 在一所空的房子 等待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 原本是两个人的车票 却只能变成了一个人的返回 他这个时候找到了曾经的好友 刚好看到了小吃店斗那的海报 问起不知道像这样优秀的人 会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好友觉得理所当然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默默地将自己的酒杯全部倒满 是啊先前是他有了贪念 他们两个原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面对这种无力感 原俊很是挫败 斗那这个时候竟然再次离开了经纪人 返回到了那个屋子 已经不见原俊的身影 他默默地坐在院子里 看着自己的手机 原本想拨通的 但是还是停下了动作 两人此刻都抱着手机 都在等待着彼此的选择 但是这相互惦记的心意并未传达出去 原俊刚刚从乡下回来 返回出租屋的时候 却发现斗那竟然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他 男生想听的并不是这些 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斗那直接拦住了他 面对男生的情绪爆发 斗那正准备上前安慰的时候 室友却直接出现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然而原俊此时也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他准备从这个家搬出去 斗那得知 冲进了他的房间 一把抱住了他 他不准他走 斗那开始解释 那天离开之后 他已经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 所以他现在回来了 听到这个 原俊直接亲了过去 所有的小情绪 所有的抱怨 在这一句我爱你中全部被填满 斗那告诉他 原俊以后不可以讨厌他 不管他做什么 都不要讨厌他 在喜欢的人面前 那些所谓的原则 那些所谓的自尊心并不重要 原俊也知道 在这一刻他想要的只是斗那的心 原俊和斗那两人过上了和所有平常情侣一样的生活 也会来到路边摊购买情侣对接 一块参加喜欢乐队的演唱会 两人共同漫步在海边 看着眼前的景色 男生问起斗那 斗那沉默了片刻 如果经纪公司叫他们俩分手 他又该如何的抉择 果然话音刚落 斗那就收到了经纪公司的违约合同 开出了天价的赔偿金 经纪人也深夜到访 开始质问他 他到底还要玩多久 他有没有看到网上的那些负面新闻 不管他怎么逃避 如此多的债务 他必须搅轻 同时早早地和那个叫原俊的男生断了 不然到时候 这个会成为他付出的一场舆论危机 然而这个时候 原俊直接挡住了经纪人的车 他有些话想单独地和他谈一谈 他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见斗那了 听到这个 男生都笑了 原俊依然很有信心 当所有的问题现实来袭的时候 原俊这个时候才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的爱情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了 经纪人开始为斗那奔走 见到唱片公司的老总要了几首新歌 同时还帮他租了一个豪华的公寓 斗那这个时候看着屋外的风景告诉经纪人 自己又可以开始唱歌了 他是学音乐的 应该知道这其中的感觉 幸运的是 因为那个男人让他再次鼓起了勇气 在接下来 他会认真地去做 会让公司觉得 对他投资的所有的金钱和时间 都有所价值 他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弥补公司的损失 他希望自己也能够有幸福的时间 还没等他说完 经纪人直接拿走了他的手机 前几天他去见了那个男孩 说了一些事 放心他只是阐述了他现在的状况 记忆回到演唱会的那一天 当时主唱看到了斗那的声音 于是邀请他上台演唱 当时斗那因为袁骏在下面鼓起了勇气 然而男生却看到闪闪发光的他 很是感慨 那个女人果然还是属于舞台的 所以在海边他才说起 他希望再次听到斗那的歌声 爱一个人是成全他的梦想 如果无法成为同行者 至少不能阻止他通往成功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袁骏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 后来他搬了家 准备考公务员 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他依然会坚持每天发很多短信给斗那 却从未得到对方的回复 其实仔细想一想 觉得有点可惜 两人认识了这么久 都没有拍过一张合照 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然而斗那此时也已经开始闪闪发光 他得到了更多粉丝的喜欢 时间缓缓地流逝 不知不觉来到下雪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 袁骏刚刚走出图书馆 就发现斗那竟然在天台等着他 两人一快来到了一所高级的餐厅 一见面女生就开始解释 现在他不能用手机 今天跑出来也很不容易 听到这个男生开始别扭 他的确更适合舞台 在以后的日子 他也会为他加油的 再过不久 自己就要去服兵役了 还没等他说完 袁骏就打断了他 是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想分手了 这顿饭不欢而散 女生气匆匆地走在了前面 他越想越崩溃 他怎么能够如此的轻易放手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一路走来 他都承担了些什么 斗娜直接哭着来到了地铁站 他不断地回头 希望男生能够追出来 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自己敏感了 然而当地铁门关上的那一刻 袁骏依然没有出现 斗娜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你们说为什么 因为在斗娜的前途里 袁骏并不在那个终点 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绑架他 时间缓缓地流逝 女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袁骏也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 参加了服兵役 这一天斗娜终于拿到了自己的手机 他收到了这些天元骏给他发来的短信 后来元骏当完了兵 他再次来到曾经的出租屋 正准备憧憬过往回忆的时候 竟然又再次看到了斗娜 抽着烟站在了院子里 两人再次地好好地谈一谈 积攒两年的情绪 斗娜再次地爆发 男生怎么可以如此地冷静 他知不知道 元骏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没有他 他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当时早上醒来 他自己都不愿睁开眼睛 因为他太厌恶自己了 的确 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变了 那个世界除了没有元骏 一切都很好 他要男生的道歉 至少两年前 他没有听到这句话 然而当所有的话全部说完之后 两人相拥而弃 元骏也参加了公务员的考试 斗娜也继续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两人为什么在最后没有在一起呢 因为他们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路 为什么以前可以 而现在不可以呢 那个时候 斗娜是学生 元骏也是 他们活在同样的空间里 活在一样的步伐中 在那一段时光中 两人的彼此温暖 或者确切地来说 元骏治愈了斗娜内心的伤痕 让他在这个世界上 真实地和其他少女一样 好好的爱过了一回 当身心全部治愈之后 就像飞鸟一样 总有一天会回归到天空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注定是要告别的 毕竟飞鸟一心想要的是翱翔 而蝉选择的是七夕 在最爱的时候放手 留下的都是彼此最美好的回忆 没有任何的遗憾 因为他们俩都和彼此 好好地告别了 包括那些曾经的青春